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过往已经有抗争 已经有过抗争了 那么也领到退休金 可是如今他们怎么会再次来上街做抗争呢 我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华龙集团他们是以纺织业起家 那么中厂房是设立在苗栗的县的头份 那么过去曾经是名列台湾十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那么也是一家非常规模非常庞大的民间企业 不过在公司在1990年代开始就经营失利 自方是陆续运用无鬼搬运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脱产的动作 而自方长期没有足够的退休准备金 甚至是从94年开始就有几年是领缘的状态 导致近亲民的员工 他们是领不到退休金来求偿无门 华龙员工大多是苗栗人 都是年轻做到老 一生的黄金期限都奉献了给华龙 年资大多已接近退休 连棺材本都被剥削 是否公司制定我们苗栗老师的老 而这次比较抗争 这次的抗争跟过去比较不同 地方是去年的抗争员工都是在职的员工 而这次抗争的自救会的员工 都是过去十年来陆陆续续退休的员工 那这次他们北上抗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抗议的诉求呢 由于过去一年来 他们多次来向自方做抗争的动作 他们也到地方跟中央去做陈勤的动作 却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 所以这次华龙退休的员工 他们是自救会北上 在13号的一早 就来到了特征组 他目的是要来控告了苗栗县长刘正宏 涉嫌跟华龙官商勾结草地 那么协助脱产 并且到监察院去做澄清 他们是控诉县服赌职 那最后也是有到了行政院 来要求贷偿资方 要求贷偿资方求偿3.0亿亿的退休金 最后是来到台北车站大厅举办晚会 是希望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 将自救会的诉求 让社会大众知道 让民众能够理解工人的心声 那为什么他们要去跟苗栗县县县长刘正宏来抗议 以及这个包括苗栗县县的劳工局的局长陈景俊 那向他们抗议的一个目的跟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次案件的资方呢 是设立在苗栗县的头份 刚刚也有提到 那么自救会他们是指出呢 刘正宏跟苗栗县议长陈明朝 涉嫌跟华龙资方来做勾结 以草地利益交换的方式呢 来协助华龙 在厂内资产可以转移到国外去 导致员工是血本无归 那么地方的劳政机关也是没有详持的监督呢 资方长期以来是否有确实提拨足够的退休准备金 那么这就会他们是认为呢 地方有堵职的嫌疑 苗栗县县长找华龙的资方 不让我们工会参加 结果他们做出一个结议 说依劳提法来讲 退休去打四折 之前被打四折 以老委会要执行国家法力 以苗栗县政府要执行国家法力 结果跟资方勾结 结议要我们供跟接受 四折的退休金 四折的支钱费 这个政府怎么回事啊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他们还去台北车站来 这个在那边抗议 那我想台北车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交通的要地 那他们在台北车站里面 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 或者是在那天他们做了哪些的事情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跟不满 是那么13号的当晚6点多呢 华龙之救会退休的人员 他们就已经来到台北车站大厅来做聚集 那么在台北火车站里面呢 举办工人团结的晚会 那么晚会现场退休员工也陆陆续续续分享他们在公司内的工作的情况 那么他们说呢 在订单多的时候呢 要求员工工作12个小时以上呢超时加班 如果你不愿意加班的话呢 则是会被轮掉中班跟夜班呢 是变相的逼退员工 那么晚会结束的时候呢 他们是则是来夜宿在车站里面来做一个抗争的动作 那据我所知他们在夜宿车站的时候 隔天也到了中和的这个华龙的总部 他们在那边也采取什么样的抗争的行动呢 其实在夜宿一个晚上之后呢 也就是昨天14号呢 他们一大早呢 就来到了中和的华龙总公司来做抗议 他们也是冲进去公司的一楼广场来做静坐 他们是要求资方代表出面来跟他们做一个 互相沟通跟协调的动作 可是当场也是造成了一名的退休员工 他们有昏倒 不过还好是在送医之后是没有大碍的动作 那么在资救会多次他们曾行北上抗议呢 也叶数过劳委会 那么其实没有遭受到官方及中央呢 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们说呢 未来将要效法官场工人 他们卧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 能把这个抗争的程度拉高 来保障自己工作的权益 还有领到退休金的权益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抗争的这个计划 或是看到很多的工人 这样子不断的在抗争的过程当中受伤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严正的指出 这样的一个无良的企业 或者是这种基欠员工薪资不还的这种企业 其实是越来越多 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劳委会 他本来就应该要去提供这样的适当的协助 或者是要去介入来去求偿 要不然这个所谓的抗争的问题 我相信也会越来越激化 这个问题这个现象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今天非常谢谢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的加峰 跟我们一起来连线 谢谢加峰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事才能了结啊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 接避者保护法相关事件 11月8号 台湾劳工阵线 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 与立委吴宜珍国会办公室 共同举办了 公司内部告发及吹哨者保护 劳工的观点研讨会 参与的法律学者都认为 台湾需要制定吹哨者保护法 保护并鼓励私人企业员工 为社会公益出面 检举黑心企业 人政署素摊组副主长王爵表示 目前针对公部门的员工 连政署已经拟定 接避者保护法草案 而对于私部门劳工的 公益通报者保护法 正在委托学者专家掩拟中 未来将持续推动立法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大学兼职助理劳健保后续相关事件 台大不服劳委会今年4月 做出承认台大研究计划 兼任助理临时工及教学助理 与校方存在雇佣关系的 宿愿决定 对劳委会提起行政诉讼 11月7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台大败诉 台大工会隔天在台大校园 发送150份鸡排 感谢支持工会的学生 并呼吁校方不要再上诉 正式兼职助理的劳工身份 尽快与工会展开协商 工会更表示 争取学生的劳工身份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更要争取工时工资 劳健保等劳动权益 台大主命林达德则表示 将等收到判决书后 再决定是否上诉 接下来是社运连线威胁马英九 活动 11月10号 生云连线带着一个多月来 从全台各地募集的5000多双鞋子 号召500多名民众到国民党 全代会现场展开威胁的抗议行动 全关联发言人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秘书长陈秀莲指出 马政府民意支持度仅剩9% 却能辖使91%民意继续执政 就好比逼人民穿破鞋 丢鞋的行动是为表达人民 拒绝再穿破鞋的愤怒与不满 而马总统则表示 对于民众的诉求 会要求行政团队积极回应并妥善处理 但我勇意反驳 尽管马总统一再表示将妥善沟通 生云连线各团体的诉求 从行动以来一次都没有得到 来自马政府善意的回应 最后是秋豆相关活动讯息 今年的秋豆将在本周日登场 参与秋豆的各团体11月12号上午在凯道举办了行前记者会 并上演行动剧 现场团体高喊人民向左国家还我的口号 号召民众参与周日秋豆 对向资本靠容的又请政府 挥出挑战的左勾拳 要求政府将人民的生存 安全与幸福放回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 11月17号的秋豆将在当天下午一点 在台北市仁爱路与建国南路口的地堡集结 经由强灾破迁的华光社区 最后抵达财政部 以上新闻是由陈仪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